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和衰落的过程 生命是个缓慢受垂的过程 成长之路注定不满荆棘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总能够顺风顺水 生活中总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是问题出现了 你不可能放任不管 是一定要去解决的 而你处理问题的方式 很多时候往往就预示着 你是否能够扭转局面 面对时刻可能发生的问题 不同的处理方式 体现着一个人的能力 也展现了他的格局 只有不断提升自我 才能遇事不慌 冷静思考 有人有余地化解困境 允许期望之外的结果出现 《论语子汉》中有言 自觉四 物易物必物故物我 这个世界从没有绝对的 德与失 好与坏 事是无绝对 生活不可能处处令人满意 很多事情也不会总是 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就像很多时候 我们无法接受失败 不过是因为 自己把事情想得太过绝对 凡事无绝对 任何时候都有意外 允许期望之外的结果出现 才能更好地 掌控自己的人生 书法大师张文举 从小就对写作很感兴趣 为了成为一名作家 他每天雷打不动地 练习写作 并将稿子投给不同的出版社 可无论他多用心地写 投出去的稿子都石沉大海 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编辑的回信 他以为自己的作品终于被看见了 不曾想 编辑并不是告诉他 稿子被录用的喜讯 而是告诉他 这么多年来 虽然写作能力没有进步 但他的钢笔字越写越好看了 张文举这才发觉 自己并不适合写作 转而开始练习书法 很快 他成了国内著名的书法大师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美景无处不在 若想走上坡路 就要允许意外的发生 接纳期望之外的结果 有相思而生的思维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 卡瑞尔万灵公式 是说当人们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时 就能积极地应对和改善 可能发生的状况 世事瞬息万变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凡事不仅要做最好的准备 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才不会被突发事件轻易搅乱步伐 至今仍风靡全球的可口可乐 一开始并不是饮料 而是一种能缓解痛苦的药 原来创始人约翰彭伯顿曾受过重伤 为了缓解疼痛 他研制出了能替代药物的骨科酒 没曾想 在他打算将骨科酒推向市场时 政府却突然颁布了禁酒令 此时他只能启动另一个方案 将原有配方里的酒精 替换成糖和苏打水 这才制作出了最初的可乐 正是他事先预备好的另一个方案 才能让可口可乐如期上市 并成为当地的爆款 一步步走向世界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就像很多时候 打败你的从不是能力上的欠缺 而是你没有向死而生的思维 做事未雨绸缪 提前规划 做事周全 让自己能有效地控制局面 也提前做好失败的准备 只有拥有向死而生的思维 才能即使遇到阻碍 也能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有很强的顿感力 有网友问答 过分敏感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有人回答说 外界可能只是平凡的一次聚会 而敏感的人内心 却早已上演了一场 跌宕起伏的连续剧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很多时候 让自己迟对一点 对外界的评价慢一点 人生之路反而更加宽阔 素有小孟小东美称的京剧名爵王佩渝 天资聪明 26岁便成为上海京剧院副团长的他 本可以按部就班成为老艺术家 可看着京剧在走下坡路 他决定将京剧带到更大的舞台上 他开始辗转于各大综艺节目里 在节目上宣传京剧 获得了不少好评 可掌声的背后往往伴随着质疑声 不仅业内人士批评他 网友也认为他让艺术家掉了架 这不是艺术家该有的行为 甚至指责他为了出名 唱功都下降了 无论话有多难听 他都置之不理 坚定地把京剧推到公众的视野 成长路上注定是孤独的 当你对杂音耿耿于怀时 想要的生活只会擦肩而过 只有适时地装聋作哑 方能心无杂念地向上攀登 人生路漫漫 当你拥有很强的顿感力 屏蔽了那些无所谓的评价和杂音 任何人也无法阻止你向上成长 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 俗话说 没有那么大的头 就别戴那么大的帽子 一个人最怕的不是能力不够 而是太过高估自己的能力 越是无能的人 越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而真正厉害的人 却总能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的能力有限 不突破自我 行稳致远 华为发展初期时 房地产正处于红利期 短期取得的收益 远比走技术这条路要快很多 有支援私下建议任正非 想让华为进军房地产领域 但他的建议却被任正非拒绝了 太绝对与其贸然进军自己 不熟悉的行业 不如沉下心来做大华为 也正是因为任正非看清自己的局限性 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 他才能带领华为一步步走向世界 老话说得好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少一点眼高手低 就能多一份脚踏实地 一个人最睿智的活法是 认清自己的能力局限 做好自己精通的事情 去高处欣赏绝美的景色 不轻易被情绪所操控 作家胡弗兰德说 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中 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结果 大都是因为意识冲动 让情绪扰乱了心智 情绪就像一把双刃剑 能让你功成名就 也能让你一败涂地 18年前 在NBA一场比赛中 步行者前锋罗恩·阿泰斯特 超长发挥 比分遥遥领先活塞队 可在比赛接近尾声时 阿泰斯特因为犯规而被换下场 这在赛场上是常有的事 可活塞队狂热的粉丝 却因为活塞队即将输掉这场比赛 而愤懑不已 就将自己手中的饮料瓶砸向阿泰斯特 被砸中的阿泰斯特瞬间怒不可遏 冲向饮料瓶方向的观众台 但因为他认错了人 引起了双方球迷的不满 而引发了一场斗殴事件 本来他有大把好前途 却因他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结果被禁了73场比赛 职业生涯也因此止步不前 损失不计其数 情绪大于理智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 能够操控好情绪的人 方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恰似那句话所说的 情绪是一个人的底层操作系统 任何时候 想要向上奔赴 就要先学会在慌乱中 让自己冷静下来 等恢复理智后再处理事情 那已经黑暗 依然笑对生活 少不更事时 曾以为那些 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的人 肯定没有在深夜痛哭过 历经千番后才发觉 人生实苦 每个人肩上都有各自的灰尘 需要清扫 这些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人生之暗的时刻 而是他们的内心足够强大 才能一笑而过 诚如柴静所说 有些笑容背后是紧咬牙关的灵魂 洪湛辉13岁时 父亲突发精神病 母亲受不住父亲的打骂 离家出走 一时间 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他身上 他白天做农活 晚上抽出时间读书 好不容易考上省重点高中 却无力支付学费 为了上学 他去工地干了两个月 才凑齐了学费 眼看着生活步入了正轨 父亲的病情却突然恶化 必须住院治疗 可家里早就一贫如洗 但洪湛辉并没有被击倒 而是退了学 打了几份工 勇敢地熬过去 这一桩桩一件件 无论拎出来哪一件 都足以压垮人 但他却全盘接受 后来他在老师的帮助下 重返校园 在勤工俭学中 考上了湖南怀化学院 最后他找回了母亲和弟弟 一家人又欢聚一堂 还和心爱的人结婚 过起幸福的生活 世间没有不带伤的人 谁都有被命运的洪流 卷入绝境的时候 但那些真正的强者 总能在绝境中 磨练出更强大的心 人生向前 苦难才能向后退 从困境中修炼出一颗坚强的心 笑着面对生活的劫难 不被命运的怒潮打趴 便没有什么能阻挡你前进的步伐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 种子费力钻出土壤 才能与阳光相遇 人努力登顶 才能一览美景 那些容易走的路往往都是下坡路 林清玄说过 只有永远保持春天的心情 等待发芽的人 才能勇敢地过冬 才能在流血之后 还能满树繁叶 然后结出比简直以前更好的果实 人生是由无数个关卡组成 当你觉得眼下的路很苦很难走 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 那些难走的路 难闯的关 终将会化作前进的垫脚石 为生命增添厚度 为生活增加色彩 往后余生 愿所有人都能不断提升自我 在人生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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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